这个外籍学校要先缴押金才能够保留学籍吗 来看高雄市有外籍家长就这样投诉 后来真的好不满哦 不过呢校方呢后来是坦诚 双方认知不同才愿意退费 但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带你了解 我是觉得说现在真实的点是在哪里 一大利级的家长来到美国学校 跟校方人员沟通 家长不满的是 五月份缴了两万五千元 但小孩决定不入学了 校方却不肯退费 校方表明立场 注册费不可能退 家长拿出文书证明 说校方当初只说缴钱保留学籍 并没有说明是注册费 认知差太多 如果真的不要 八月份13号 八月13开课还是可以拿回来啊 结果呢 结果我到7月24号我就找他 结果他就跟我说 你要知道哦 你付的是注册费 不是押金 根据家长描述 他们二月份到高雄美国学校参观 并测验 五月份家长打电话到学校 说明不愿意入学 但秘书又打给家长 要求先汇款两万五千元 保留学籍 家长以为是押金 但到了7月 押金变成注册费 校方也不愿退费 注册费还是什么 我们是不退的 他这样跟我讲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就是要把押金拿回来 然后这个样子 我们也不会给小孩去那边赌 当时4月传证的注册通知 写着4月30号截止 但家长是5月15号汇款 以为单纯是保留学籍的押金 但7月又传证一张注册通知 才知道当时会的两万五 已经从押金变成注册费 其实美国学校的网站 也有说明注册方法跟规定 有不退注册费的条文 家长找上高雄市教育局 最后校方软化 谈证沟通过程不够清楚 愿意退飞 也保证以后会说明清楚 不要再造成误会 中文新闻 我是高梦 柔高雄报道 林荹 请不吝点赞